《汉克拉伯》 年度最具影响音主播 《汉克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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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腰杖》 《雪熟灵小野》 《周大静》 《苏小白》 《李相涵》 《汉克拉伯》 《骨骑泯》 《滋滋》 《期讯》 《汉克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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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黄秀博刘录 我要问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其实挺喜欢你的 我也是你的粉丝啊 谢谢谢谢 非常开心贺劳润给我颁的这个奖项 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肯定 因为直播这个行业呢 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主播这个职业呢也是比较新兴的 然后非常开心的 生活有越来越多的领域 对我们直播和主播的认可 这一点是非常高兴的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这群 给你讲的小伙伴们 他们我们在台上 然后得到的这个 就是还是很权威的 然后呢我觉得很开心 嗯希望呢 因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主播嘛 希望呢我们这些主播能够继续 把我们有的小小的影响力 然后再给就是影响给一位小伙伴们一些正能量 然后乐观积极的态度传达给大家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 嗯刚好的出一些音乐作品 还有就是做好我们直播内容 嗯多的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也希望你能和我们 因为我们二位在汽车圈啊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吃着火锅 唱你歌一块出去玩一看 好的好的 做一些合作 好谢谢 谢谢 稍微撕腹一下 我看今天好像不太高典啊 我要介绍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演讲的嘉宾 嗯 刚才前面有很多的title啊 我没有 我们都没有读取的 因为很多朋友们 都对他们也是比较熟悉 你们那儿 在互联网上创作东西的人 可以有这么大一个产业吗 我说啊可以 因为对法国人来说 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就是 我知道在国内有一个说法 说是